上当百年七十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十大关 近些年大陆的戾气很重 大家都觉出来了 各种恶性杀人案在城市和农村都不罕见 就说今年吧 据不完全统计 五月以来仅两周时间 山西 山东 辽宁就相继发生了 三起村民刺杀村官的全家事件 一共造成十八死一伤的惨剧 其实呢 从今年一月起 广州 大连 邯郸 长沙等地 也出现了开车撞人等等的 造成重大伤亡的悲剧 一查行凶者呢 绝大多数是为了报仇和报复社会 他们或者遭遇了匪共官员 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因为社会的各种不公压力 令他们生活陷入了困顿 请注意 这些年发生的惨案中 行凶者可不都是普通老百姓啊 还有警察和军人 这些枪杆子刀把子的成员们也这么干 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呢 今天咱们就来表述一下 好 开讲前 特别有请新来的看官 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吧 您从我们频道看到的影片 不一定最新 但是保证独家 不信 您看看留言区 资深看官的留言便知 多谢各位关注我们频道啊 书归正本 据湖南新化县公安局官方微博 2017年12月23号凌晨的公告称 该县上梅镇一人被枪击致死 行凶者是该县46岁的警察陈建香 警方随即发布悬赏令 征集陈的逃亡线索 当晚官微又刊登了署名为 湖南日报记者李国斌的文章 称陈建香枪击已至二人死亡 死者为邹某 男36岁 是新化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段某某 男58岁 是下岗职工 另据当地的网友爆料 陈建香呢 是在枪杀公安局副局长之后逃亡的 他拟好了名单 点名要杀公安局长陈英 西河派出所长 梅元派出所长 还有他同事 还有社会上混的大哥 一共四十多人 他呢 拿了三十颗子弹 并且写有一书 要杀三十个跟他家有仇的人 不过呢 陈建香最终被当局出动了 两千多武警条子追捕包围 被捕前呢 他开枪自杀 没成功 路媒披露 当地居民称 陈建香早些年曾经在新化派出所当过基层警察 他好像还担任过该派出所的副所长 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 对人很好 当时陈建香在该地区还公认是好警察 平时巡逻也从不偷懒 遇到熟人还会主动打招呼 2018年10月 陈建香被判处了死刑 12月驳回上诉 第二年的5月16号被执行了死刑 那么身为警察的陈建香说他和被他杀的俩人有仇 能有多大仇逼得他非杀不可呢 人到中年本来是应该享受家庭欢乐 他为什么不管不顾以死来犯案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之前发生的两起军人寻仇案 找到陈建香复仇的类似缘由 2011年11月9号 沈阳军区驻吉林市的65331部队 四名士兵撕带了一支95式自动步枪和795发子弹 没请假离开了营房 10号下午在腐顺的高速公路附近 被大批条子拦截 击毙了四逃兵中的三个人 勤获了一人 根据网友的爆料 这事的起因是班长杨帆 在洪生乡丽压村的家遭到了强拆 家人和当地的官衙发生了严重矛盾 杨帆便偷了枪赶回家去报仇 其他三个人则是出于义气而同行 如果说上述的四大兵携枪报仇 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么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军人入京寻仇的事件 曾经轰动一时 事发1994年9月21号 驻扎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十十二团的中卫副连长 叫田明健 他持八一步枪 就是AK-47的变种 200发子弹 在部队操场上打死了团政委等几个人之后 又劫持汽车 打死几个平民 开车到了建国门使馆区 之后大批军警赶到 和田明健是激烈交火 当时伊朗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 叫做皮诗科那里 开车送孩子上学 他被田明健开枪打死了 他的四个孩子是一死两伤 还有十七名路过的公共汽车乘客 和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被打死 咱不知道是这个田谋 故意向人群扫射 还是和警察枪战的时候误伤 打死打伤几十人之后 田明健被特警狙击手射杀了 据媒体报道 田明健是因为妻子怀二胎 被强行堕胎 丧子妻病危 一怒之下才走上万劫不复之路 中国人咱都知道 强行堕胎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咱们强国 和田明健故事类似的 还有一个 是发生在文革的军人复仇记 他被记载在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 一书之中 书中介绍 老家在河北珠龙河畔 一个小镇的 叫做翟民山的这位 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 他呢 1964年参军前三天结了婚 此后三年一直没回家探亲 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 他妻子秋菊到部队探亲 他发现妻子竟然已经有了身孕 这不莫名其妙吗 这里肯定有事啊 一怒之下的翟民山 拿出一把五四式手枪 顶着老婆的脑门 逼他说出真相 妻子当时就放声大哭 说自己早就不想活了 自己来找他 就是想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文革中的一天 他们老家造反派总部的女秘书 钱玉英和造反派司令 正在生产大队的一间屋子里 鬼混啪啪呢 不料被突然进屋避雨的 村里的代客教师 下放右派李长栓撞见了 这不尴尬了吗 前秘书只好自嘲说 啊 司令伤风感冒了 我正在帮他发汗 这位李长栓 吓得赶快离开了屋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 李长栓把自己看见的事 就告诉了妻子 不料 睡在一旁的七岁儿子 并没真睡着 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结果 一群不到七岁的孩子 后来看见钱玉英 就一起喊他发汗片 俺伤风感冒 也头疼 快来也给我发发汗 这个钱玉英 听了孩子们的喊叫 知道 肯定是李长栓 把自己的丑事给说出去了 因此呢 他一边驱赶小孩 一边是大骂李长栓 从此 钱玉英发汗片的外号 广为人知 后来呢 居然还成了特效药 可笑吧 一些人专门去药店买 问的店员烦了 干脆贴出告示 本店没有发汗片 右派教师李长栓的下场 是可想而知啊 他被扣上了诬陷造反派罪 这也能成个罪名啊 还被打掉了六颗牙 大冬天被扒光了衣服 关在冷屋子里 最终把脚都冻烂了 但是呢 这个恶女钱玉英 她还不解气 就把所有小孩子 一个一个的找来 调查究竟谁 说过发汗片的事 这其中就有现役共军 翟民山六岁的小舅子 六生 六生被造反派抓走之后 用绳子吊起来 他们还把半斤多重的 秤妥用绳子拴在了他小鸡鸡上 掉了两个小时 孩子是痛不欲生啊 对小孩玩这种酷刑 估计长大以后 生育都不一定行了 真够狠的吧 这样钱玉英 他还不把羞 他又指使他拼头 造反派司令 带人到秋菊家 不顾秋菊的反抗 也根本不尿他的军属身份 轮奸了他 被糟蹋之后 秋菊不敢和家人说 也不敢写信给丈夫 他想死又有些舍不得 毕竟他只有二十岁 可从那以后 造反派司令又多次带人 强奸秋菊 还威胁他不许说出去 否则就把他全家和翟民山 全部报销掉 听了妻子的哭诉 翟民山暴怒了 当年七月的一天深夜 他偷偷离开部队 前回老家 翻墙进了家之后 他没惊动老娘 只是在院子中磕了个头 站了一会儿 他就拿着一把礼服和一个小手电 前往钱玉英的家中 翟民山他先来到北屋 啪啪的拍门 钱母最先被惊醒 问什么事啊 翟民山谎称 钱玉英的老姨病重 叫开了门 看到杀气腾腾的翟民山 钱母他吓得不知所措 在问完了藏钱的地方之后 翟民山手起腐落 将老太太砍倒在地 这时候 钱父听见了响动 走了出来 同样被翟民山砍杀 翟民山杀他们为什么呀 原因是 他们都知道女儿所为 但却不劝阻 别看翟民山文化不高 但估计一定读过三字经 叫做养不教 父之故 心说了 你们要为养的垃圾女儿付出代价 之后 翟民山来到李屋 床上躺着正在睡觉的仇敌 前玉英和他妹妹前玉敏 弟弟前玉展 翟民山冷静地把前玉英给捅醒了 质问他 为什么指使造反派司令强奸自己的妻子 指使他老婆怀上了小杂种 为什么折磨自己的小舅子 为什么逼死老书记 前玉英一下就吓尿了 不断的求饶说 只要你不杀我 我什么都答应 我们和中央文革韩爱经数 你要什么条件都行 韩爱经是谁啊 韩爱经是北航的红卫兵头 和北大的聂元子 清华的快大富 北师大的谭后兰 地质学院的王大斌 被统称为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 翟民山是怒火中烧 大骂前玉英 这个杂碎得不是人 谁知这女流氓突然出手抢夺斧子 翟民山狠劲就上来了 一把把她按倒 一斧子劈了她前胸 前玉敏一看她姐死了 吓得抱着翟民山的大腿求饶 翟民山听说呢 前家人做了不少坏事 批斗伤害了不少人 前玉英还曾经用机枪杀死过一个退伍兵 不过呢 前玉敏和她哥姐父母不一样 虽然也参加了运动 但对迫害妇孺不积极 所以翟民山放过了她和她弟 翟民山转身又去了东乡房 找前玉英的两个哥哥 没想到这时候 这哥俩已经拿着铁扒和镰刀 站在了堂屋之中 一番搏斗之后 军人翟民山也把二人给杀了 此时他听到北大街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 原来是前玉敏趁机逃了出去 翟民山就撒腿把他追了回来 一并杀死了 扭头再去找他小弟 发现他已经藏了 没找着 杀完了前家人 翟民山本想再去杀那个畜生司令 但是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放亮 他就从容的整了整衣服 在前家的墙上写下了几个字 杀人者人民的儿子 翟民山 1967年7月19号 之后他把前家的六具尸体摆在了院子之中 从前家翻出了六块手表和一大捆钱 随后呢就去了旁边的小卖部 要了两盒烟 把钱和表放在了小卖部 停了一会儿 翟民山来到村中 一个当小学教师的要好的同学家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同学 还拜托他照顾自己的母亲 替自己偿还欠小卖部的两盒烟钱 言霸 他告别了目瞪口呆的同学 独自来到村中的便店房中 触店身亡 又一出惨烈故事讲完了 无疑这几个警察和军人 谁不知道杀人偿命这个礼呢 但是他们却决然走向了这条不归路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沦陷区的韭菜都知道 在共匪专制统治下 每一个普通百姓都逃脱不了被鱼肉的命运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 穿着制服的普通军人和警察 极度腐败黑暗的社会 完全能够把曾经善良随和的人 哪怕是专政机器的成员 逼得走投无路 唯有选择以暴制暴 俗话说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而正是这样不畏惧死亡的民 才是匪共头头最害怕的 因为他们手中有武器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